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奶奶 今天呢 跟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香的食物 叫金沙豆腐 这个金沙豆腐呢 跟我们在外边吃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其实做菜嘛 你明白它的道理 就可以自己喜欢什么加什么 灵活变通嘛 对吧 做到你自己最喜欢为止 那么材料呢 当然是煮饺豆腐 为什么今天做金沙豆腐呢 是因为昨天买的豆腐 其实豆腐刚买回来煮最好吃 第二天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所以奶奶要想一个味道比较浓的方法 等它更好吃一点啊 这里呢是炸豆腐的粉 就是我们的生粉 生粉加一点炒熟的糯米粉 两种它就会炸得更好一点啊 不用太多 一点点 我们用不了这么多的 就是沾一下罢了啊 就是这样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了 完全没有盐的啊 炸好了以后要用蛋黄 我们马上馅三个钟头腌了点蛋黄 这是生的啊 你就拿一个碟子把它压碎可以了 用不着蒸熟 有的朋友呢 蒸熟以后再弄 不用等一下你炒它还是要熟的嘛 炒一下就熟了 这里呢就是放一点点的干葱 炸好的红葱啊 一点点的辣椒跟辣椒干 光是辣椒还不够香 这里呢就比较特殊了 通常没有人用 我不知道奶奶喜欢用的 这是一克的姜粉 到三毫升的有两毫升吧 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都跟大家提倡用这个纱布呢 医用的纱布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你买的大量的话 也很便宜的比用抹布好 奶奶家抹布呢 就把它车好以后 就是四层 有车边的啊 蒸笼布反而不车边 这就弄食物用了 看看会不会太湿 还是蛮湿的哦 就不想让它沾太多的粉 明白吗 一点点的粉好了 它都蛮多的 不用太厚啊 太厚 口感没有那么好的 不说便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弄粉就把火开开 就这样沾好粉 等一下炸就可以了 很容易 放一个下去试一下 朋友们看一下刚才那个 我豆腐的那个粉呢 蘸豆腐的粉还剩了这么多呀 剩了可能 三分一还不止 那么这个粉也不要扔掉 小碟子小碗放在厨房一边 你拿来洗菜 很好很好的啊 每一个一个放下去 不要倒下去了 它不会爆的 所以有的人说会爆 不会 你沾了一点粉更不会爆 我们改天来一个干炸的 因为奶奶家炸东西是好厉害的 分开一点 中火可以了 不会黏着 但是你也要稍微啊 慢一点 不用炸太久的 炸个两分钟拿起来 炸了有个一分钟就冻了 现在已经固定了 我们要拿起来 因为我们要翻炸啊 你要炸的太黄了 等一下就会漂亮 等个一两分钟 等它的油再次升温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锅里边 有没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OK了 所以准备一个特别锡的网 是很好的 你的油会保持干净 这个油是炸过一次干葱 炸过一次腰果 那么炸完这次就不能再用了 要把它收起来 沉淀以后不用过滤 你沉淀了以后 它自然就渣子都下去了 那么你把它收在瓶子里 炒菜要用了 就不能再炸了 炸很多次以后 真的不好了 好 现在火要大一点 现在你用大火的 一来是脆 二来是就把油逼走了 其实不会很多油 虽然是油炸 你用粉把它封起来以后 它是很不太吸油的 现在就要小心 很容易炸糊的 因为基本上水分不多了 我们要脆 还是稍微炸久一点 平时用菜这个可以了 同时我们肠边也要开火 这个可以了 再炸 再炸一下吧 因为我们在家炸要小心点 这个油温相当的高 然后关火 就直接在这上面淋油 等一下你在拿个餐厅去 更吸一下油 没有多少油 好吧 让它先去滴油去吧 我们再拿一点油 洗油的过程中 我们先来把它的蛋黄 因为这个蛋黄生了 放进去不要太大火 小小火 炒个两分钟 小小的火 它马上就起泡了 我这样炒个两分钟 好差不多了 你看都起泡好漂亮 如果你是熟的蛋黄 如果你是熟的蛋黄 其实一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是生的 现在把这个姜粉均匀的撒进去 一路放进去 马上海鲜的味道出来了 奶奶露了一个最重要的 一毫升的醋 不要多 因为这个醋 会加强那个姜的香味 现在把辣椒干葱都放进去 好 好 好均匀可以了 翻个一分钟 吃的时候是没有一点醋味的 因为它就挥发掉 一点都没有酸味 是你吃到浓浓的海鲜味 可以了 你看它都吸满那个汁了 好 我们装碟等一下看 海鲜味的金沙豆腐啊 你也可以说它叫晒螃蟹金沙豆腐 它的味道跟晒螃蟹很香哦 有机会大家试试 这个真的香的不得了 但是蛋黄有点多 奶奶试一块 哇这个真的很好吃 里边的豆腐嫩滑 外边是焦脆 还是特别的 怎么说也美 就是特别的有吃海鲜那个味道啊 特别香 大家也试试吧 还特别容易对吧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一直在夸奖奶奶奶奶奶有点不好意思 好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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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